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年人也能做梦 老年人做的是天堂和地狱的梦 过去又回来的梦 只有中年人不大做梦吧 因为现实是他们的 人一旦年龄大了 尤其是上了中年 更要明白生活中的苦 自己知道就好 无论如何你也要继续生活下去 毕竟你的身后空无一人 没有任何理由是你可以歇息的保障 都说中年人生活苦如狗 也确实如此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如马云那般成功 而中年人之所以这么累 是想要的太多 心情之所以烦躁 总是因为心中放不下的太多 得到了却不知满足 得不到便斤斤计较 一直惦念 所以才会痛苦着 或者虽不至于无欲无求 但要明白有些事有所为 哪些事有所不为 就拿简单的说话来看 很多人害怕得罪人 或者失去人脉 经常说些阿谀奉承的话 结果吃力不讨好 又因为某次情绪悲观 轻易地发脾气 弄丢了很多朋友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说话也是门技巧 尤其是人到中年 以下这几句话千万别说 无论如何讨厌 也不要直接表达 都说 好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我们能够与人相处的时间 看起来其实并不多 你既然讨厌他人 也完全没有必要直接拆穿 指责他人的不对 或者表达对于另外一个人的不喜欢 说出来只会伤害他人的自尊心 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 甚至把周围人对你的看法有所改观 每个人的三观不同 都有属于自己的圈子 以及不同的经验 家庭教育背景等等 我们无法强求他人与我们达成共识 尤其是你认为他的一些做法 让你觉得很不开心 那就最好不要说话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作为中年人 没必要浪费这些时间在他人身上 况且中年人也看多了人情世故 大家各怀鬼胎的心思也是明了的 你自以为不喜欢别人 甚至是讨厌他人 可在他人眼中 你也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好感 如果说的一些话太难听 只会让矛盾升级 双方产生摩擦 或者更加不愉快 无法预估的事情发生 年轻的时候受到些委屈 恨不得立马让对方付出代价 给自己心里一个痛快 可往往这样的做法 总是得不偿实 棱角太明显 就会被人所排斥 自以为是的年轻气盛 不过是有勇无谋 人到中年 看透了许多 任何事情都不必再轻易地游着性子来 尤其是为人处事 人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 不能以自己的长处与他人的短处作相比 也许这一次你略占上风 但是风水轮流转 也许下一次你就有求于人了 所以给别人留个台阶下 日后见面也不尴尬 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中 要懂得把握分寸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都要分清楚场合 懂得尊重别人 也是自身修养的体现 做人做事不能太绝 逞一时口头之快 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误把工作情绪带到生活中 现在离婚率逐年攀升的原因不是因为背叛 大多数是因为夫妻之间感情不和 最直观的表现就在于生活中琐碎的小事容易闹矛盾 而且人到中年 生活压力本就大 工作和责任逼迫的我们每日都是负重前行 可我们不能放弃对于生活的希望 以及对周围人的爱 正如毕达哥拉斯所说 愤怒以愚蠢开始 以后悔告终 你在发脾气的那一刻 可能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妥 但是只要稍微恢复理智 你就开始后悔 工作中总会遇到失败或者麻烦 让你觉得忧心忡忡 心烦意乱 但千万不要被情绪控制 轻易地对身边的人发火 尤其是把工作中的情绪带到生活中 大家可以去看蝴蝶效应的故事 故事中的父亲只是稍微对自己的女儿发了脾气 结果却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到最后又回归到了父亲的身上 我们总是不注意生活中的这些小细节 当时只顾着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愤怒 结果却忽略了他人的感受 很容易造成家庭破裂 身边的朋友离去 让你处于孤独无缘的境地 中年人要保护好自己的家庭 不要让孩子和身边的一切 因为你而受到了委屈 误把麻烦和委屈向别人诉说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 我们一定有所熟悉 故事中她像遇到的每个人 诉说自己儿子阿毛悲惨的状况 人们在最初时听到后 眼泪汪汪表示同情 然而当人们听的次数多了之后 开始逐渐地躲避她 不愿意再听她唠叨 浪费时间 就连一心像佛的鲁老太太 也从最初的感同身受 到了后面的厌恶麻木 中年人要明白 你的麻烦和委屈 说给不懂你的人听 说再多都是废话 别人不会感同身受 更不会给你帮助 顶多只是随意地敷衍罢了 而你的这些委屈和苦痛 如果说给有心人听 甚至是当作你的笑话 随意地宣扬 轻易揭开你的伤疤 往你的伤口上撒盐 传递负能量 本不是人们最喜欢的一种方式 作为中年人 你的痛苦和麻烦 全部咽到肚子里 自己心领神会就好 不要让他人知道 成熟就意味着 你要把那些当初 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委屈 全部扛下来 并且自己消化 这个世界上 能够理解你的 也只有自己 不要告诉别人 你不行 冯雪峰《论有爱》中讲到 一个战斗的中年人 从他入世的时日 这一方面说 自然地 有一种感觉逼着他 对于这个世界的 现实和理想的责任 他应该比谁负担都大的 因此 他比青年人更成熟 又比老年人更年轻 作为中年人 时时刻刻都在战斗着 而自信心 就是战斗的 及时和首要条件 有很多中年人以为 一旦进入中年的行列 自己就开始衰老 比不上年轻人有活力 也比不上老年人有经验 处在中间最尴尬的地位 不上不下 总想告诉别人 自己实在不行 失去了自信 就意味着失去了 敢于成功的机会 中年人士 对过去的结束 却也是全新的开始 如果无法做到勇敢进去 时刻畏畏缩缩 犹犹豫豫 终将会被时代所淘汰 尤其是 中年人要充分发挥 自己的潜力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才不枉费这一生 如果一味地去说 不懂得去做 这样的人 就会言多必识 很多时候 麻烦就是祸从口出的 多嘴多舌 就会给自己 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而你多去做事 不仅可以提升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好 也可以远离一些麻烦 人说的越多 可能消耗的就越多 做人还是要多务实一点 少说是非 多修心 尤其是人到中年 更加要知道 怎么做人 管住嘴 做好事 才是真正的智慧 只有不多事 多做事 生活才会越来越平静 美好 如果事事都想要插一手 不要告诉别人自己不行 这样的人是过不好 自己的生活的 要知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而你要做的 就是做好自己 不要过多地去干涉别人 盲目插手别人 浪费的是自己的精力 可能还吃力不讨好 所以做人尽量多做事 少管闲事 这对别人是一种尊重 自己也可以避免烦恼 总结 但丁说 语言作为工具 对于我们之重要 正如骏马对骑士的重要 最好的骏马 适合于最好的骑士 最好的语言 适合于最好的思想 之所以人们常常把语言 作为一门艺术 是我们无论在哪个年龄段 都应该学会 管住自己的嘴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千万不要 或从口出 随意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反而限制了自己的人生 在特定的场合 恰到好处的说话 能让人对你印象深刻 在适当的时机 学会沉默 也能够给自己带来 不一样的效果 千万不要以为 中年人就不需要注意说话 反而越是到这个时候 越要时刻掌握好 自己说话的技巧与方式 想要成功 就得先学会说话 说好话 做好事 人生中的机遇 也会随你而来 反之 效果则截然不同 如果你不在意这方面细节 很容易输了朋友 输了人生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